下屆政府领导班底逐渐曝光了 不少的传媒都收到消息 说已经敲定了几个重要的人选 虽然这些都有待证实 不过听起来似乎都有闻有路 空月来风就未必无因 首先讲讲政务司司长的人选 传出来的现在不是谭志源 不是邓炳强 不是曾国伟 而是所谓的一只黑马 就是现任特首办主任陈国基 陈国基是出身入境处 都是纪律部队 曾经是调任到港府驻北京办事处 当然当年认识的北京网络 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是晋升了 所以在北京是有一定的人物脉 当叶刘淑仪是入境处长的时候 陈国基只是高级入境主任 Senior Immigration Officer 虽然是这样 今早跟叶太通电话的时候 叶太说很熟悉陈国基的 因为当时他主要负责公共和传媒关系 叶太用八面玲珑来形容陈国基 认为他处事很圆滑 人际关系也很好 一早就觉得他是一个人才 况且还说他出任了五年特首办主任 所有工作都应付至于 应该就是一个合适人选 那也有道理的 林郑月娥都不是容易跟着的 每件事都喜欢自己做 做他的办公室主任 只是联络和统筹工作 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 能够完成到这五年任期 无风无浪 又过一日 都应该有他自己相当的功力 陈国基是在2011年 成为入境处处长的 在2017年出任特首办主任 专责和中央政府联系 同时也是负责政府的政治工作 什么政治工作呢 包括政府政策游说 立法会议员和政党 这些可能是他的大卖点 还有 香港国安法定立了之后 陈国基更加是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做得这个委一定无可置疑 深得中央政府的信任 亦都是因为这样 他是遭受到美国制裁的 根据消息的来源 更加重要的就是 陈国基和李家超是有很良好的合作关系 过去五年做特首办主任 期间当然会涉及很多层面的政策范围 都很广泛 应该在这方面帮到李家超一臂之力 至于政务司副司长这个职位 就有些众说分文 有分析认为 既然有了纪律部队背景的人做政务司 副手是不是应该找个文官来做 弥补一下大家的不足 我不是这样看法 我相信现任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仍然是很有机会被提升为政务司副司长的 接下来的五年 国家安全仍然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 中央必定要对领导层充分信任 是充分高度的信任 在这方面 我觉得比起任何人包括曾国伟 邓炳强应该被看高一线 他始终是来自警队 曾经直接处理过2019年社会运动事件 还有政府都好像其他机构一样 都要有一个计任人计划 Succession Plan 一路传出来的风 北京是看重邓炳强的 如果中央认为邓炳强有机会成为下一位 政务司司长甚至特首的话 现在应该是时候给他上位做政务司副司长 累计一些经验 值这个机会涉及更多的政策范畴 我留意到政圈还有一个说法 就说陈国基是无心想做的了 想退休的 不过中央就叫他不要走子 挽留他 他就免为其难 留下帮帮手 当然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这次真是被任命 他又接受做政务司司长的话 或者他不会做足五年的 让副手够经验了 由副手顶上 所以副司长的人选自然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除了政务司司长之外 现任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和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据文都应该会留任 连同陈国基下届政府的三司人选 应该敲定了 消息透露 至于财政司副司长 很有可能由现任的发展局局长王伟伦升任 发展局局长这个职位 就会由现在的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令康浩出任 如果大家追寻一下门落 这句说法也有点可信 王伟伦是陈茂波出任发展局局长时候的常任秘书长 他们两个当然是合作无间 根据李家超的扣赏 财政司副司长是会有些专责的项目 其中一个就是统筹政府的土地房屋政策 带领供应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 和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 土地房屋政策是一届政府急切解决的重中之重的问题 如果由这个角度出发 由王伟伦负统筹土地房屋政策 都好像很顺理成章 至于林汉浩和王伟伦 亦都在发展局合作了很久 这样的组合看起来就很合理 又是那句不知是真的 政界的消息透露陈茂波有份推荐王伟伦出任他的副手 除了土地房屋之外 防疫当然都是香港很重要的问题 亦都是中央另一个非常关心香港的问题 这个消息都存了一阵了 就是香港大学深圳医学医院的院长奴崇茂 是会接替陈肇始出任改造之后的医务卫生局局长的 这个说法真的存了一阵时间 消息人士说奴崇茂是医学界权威 相信有能力驾驭整个公司型医疗系统 他出任港大深圳医院期间 亦都亲身经历过内地 尤其是在深圳整个抗疫过程和经验 相信他可以借监深圳的经验 帮香港未来的抗疫工作 亦都能够是直指促城和内地通关 大家见不见到这个脈絡? 似乎这些任命或多或少 都是人士本身 在他工作崗位和内地的关系 都可能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问责局长亦都有机会是执下位的 有消息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厥 或者会是平调的 去执掌劳工及福利局 罗志光肯定是不会再做的了 聂德权是做AO出身的 他之前早年的时候 亦都可以说是和社福政策有些渊源的 他在2001年出任 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书长的时候 就是专责安劳服务 2009年他亦都做过社会福利署的署长 去年聂德权都平调过一次 当时就是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调任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一直到现在 世事如期局局身 有人持官归顾你 亦都有人漏夜赶科长 究竟最后卖班的有些什么人 相信都不用等很久 7月都是新政府上场 我估计可能是等多两个礼拜 到6月中左右 自有分曉 又看看你估计有多少个 很了解整个松草 我亦都相信 很相信我的松草 其实很多行家 都说自己做了100年 连野生松草 如何来香港 如何买的都不知道 我看到你的品牌 叫做松草大王 但产品自己 叫做 松草19 什么意思 希望人类比较容易 联想起COVID-19 香港所有的松草 都改成自己 做培植松草 就不再叫做野生 这种问题深 繁草的香港 除了看得见 和整天听得到的弱势社群 你又知不知道 每日走过你我身边的 有多少是默默等待你伸出援手的人 我以前走错了 现在都是想做个普通人 但是大家都不相信我 我最不喜欢就是放学 因为我看到个人 我都在妈妈接的 然后我只是这些接 人们常常叫我看开些 说避开 不要等那么多 就行了 但其实有情绪病 我都控制不了 Sometimes I want to get help but in my Cantonese Its my mother 繁忙的香港 增分夺秒的生活节奏下 一班最容易被忽略 弱势中的弱势社群 其实极需要人同行支援 更生人士及他们家人 精神复原人士 少数族裔 他们都是社会的一份子 需要社会各界人士支持 和鼓励 善道会在香港服务 已经超过60年 迈向65 我们诚邀你正视这班 隐形的弱势社群 更希望你支持我们 用更多元的形象 为一众弱势社群同行 除去他们身上的标签 帮助他们发挥潜能 贡献社会 你永远不知道 他的转身位究竟在何时出现 就算是一场硬仗 我们都会坚持 因为我们相信 捉住这个机会 你就可以改变他的一生 引你的支持 我们一起为每个转身 创造更好的未来 一起共建香港 为包容而安全的社会 你的捐款对我们很重要 请支持香港善道会 请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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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每一刻 每个每一刻 每一刻 我在你的附近 同行全球终于现在与爱连成一样 难过是昨天 来记住这天 期盼在某天 能信没有天 和你共玩守梦里面 再次遇见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今天就是这么多 我喜欢这里讲完这里散 在这个散场的moment 最好就是用Mr.Expand 植物科学防疫噴霧四维噴 让它里面的尺子提取物 将非没细菌病毒 对听的不对听的 统统消散了 那就放心吧 Mr.Expand 结痹主意好主意呀